假装健身 假装健身 我们刚从那个 Javid Airman那边出来 准备去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叫Rachel Commie 看一看他们的衣服 就是这家店啊 吃到一双好喜欢的长靴 这就是我的战利品了 买了三件衣服和一个靴子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TB 他们家今年出了很多这种格子系列 都还蛮好看的 决定买这件 刚路过一家Topshop进来涮一下 我好像因为选太多 被带到了一个VIP room 然后他会把我选好的衣服这样挂出来 现在来到的是 这是Free People 然后也是非常好穿一个有点布希米亚风的牌子 就比较适合度假 然后海边啊这样的风格 你看有好多配饰也蛮有的 就买了一个墨镜 然后两件这种做内搭的胸衣 他们家的视频 比真的质感看起来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细跳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带果破的 或者是像这种粗链条的 我觉得都还不错 这个品牌的高光高也蛮好看的 它都是包装这种很素雅的风格 但是盘本身还挺踩的 看到这个ZOD的彩虹盘 好疯哦 就是造型的衣服送我到时候买 我就会不摘 我们现在来到SOHO一家买手电 叫做REALREAL了 看到了LV的这个小骰子包 之前出的时候还挺少见的 哇 再一遍我 它跟我说还有几分钟都到了 结果是9分钟 我们决定在离开前 逛一下Sephora 这个五花肉的高光还挺好看的 BECA的这个蜜粉 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这样的口 这样旅行的时候都不会撒出来的 这是那个NATASHA 然后本来想来找这款新上市的 但是好像还没有LUNCH 我在试NATASHA的唇釉 我觉得质感很不错 它是个23 24 21 这里很好看的 11号色 欧龙的滚珠香水 那天在workshop 适合的 就很墨西哥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我对爱的 那个ORANGE SEMANINE 橘子味的 这个颜色特别好闻 这是一个新的彩妆品牌 叫Kajer 有点韩戏 看起来 他们家的腮红膏 打开是一个这样新的这种印章 铺带这个盘特别好看 颜色配的很好 然后画那种南瓜色系的妆 我想买很久了 看我的手已经是很贵了 买完了 看一下有什么 Fenty Beauty的这个套装 欧龙的香水 古打的盘 贝卡的散粉 还有一些唇膏